好 我今天就杀了你 让你看看我真正的能耐 决心杀死秦霜嫁祸给了聂锋 又补过丁宁杀的聂锋报仇 一根筋的丁宁果然中计 让决心不费吹灰之力便拿到了龙脉 反应过来的丁宁拔出长剑 要决心赶紧交出龙脉 决心龙脉到手不再伪装 说出了事情的真相 你真是傻的可爱 来说是非者 即是是非人 其实杀秦霜的人不是聂锋 而是我 你是谁 我说用血眼刀杀死秦霜的人是我 当时聂锋无性大发 根本什么都不知道 得知是决心杀了秦霜 自己还被他利用夺取龙脉 丁宁盛怒之下要杀了决心 奈何他的武功太弱 根本不是决心的对手 被决心轻松踢倒在地 想跟我们比你更下位子吧 在导演的安排下 决心并未杀死丁宁和聂锋 而是带着龙脉回到了皇城 立足于城墙之上放生大象 熊霸这时带人来到决心身后 要决心将龙脉交给他 决心龙脉在手实力大增 又学会了熊霸的三元皈依 自然不愿再与熊霸虚于尾 熊霸意味深长地看着决心 表示这世上的神兵宝物 只有真正的强者才配拥有 而决心这种跳梁小丑拿了 就只会折损自身的能耐 决心为了证明自己的实力 放言要正面击败熊霸 随后决心运起内力 使出了熊霸传授的三元皈依 谁知水球还没有碰到熊霸 就原路折返回去打伤了决心 正所谓将还是老的辣 比起阴谋诡计玩弄心机 熊霸是决心的祖宗 恼羞成怒的决心嚷嚷着要同归于尽 被熊霸用力扔飞了出去 龙脉也落到了熊霸的手中 决心机关散尽夺得龙脉 没曾想尽是为熊霸做了嫁衣 带着满腔的恨意与不甘 隐落在了熊霸面前 此番龙脉得来全部费功夫 真是天意啊 天助我也 划分两头 第三珠皇回到聂家祖宅 带来了一个好消息和一个坏消息 好消息是决心已死 坏消息是熊霸杀死了决心 龙脉也落到了熊霸的手上 如今聂锋没有龙脉压制魔性 刚刚醒来便痛苦万分 随时都要坠入魔道 他不想再变成杀戮机器 祈求第二梦动手杀了他 布京云见状让众人出去 他要运功帮助聂锋压制魔性 第二梦深知继续下去 聂锋必定会再次入魔 他想到了一个方法救聂锋 请求朱皇悄悄带走了聂锋 楚楚送药发现聂锋消失不见 将消息告诉给了布京云 一行人连忙四处寻找了起来 而第二梦之所以要带走聂锋 是听第一邪皇说过 的确有办法可以救聂锋 没错 邪皇是说过 只要将他身上的魔血全部排出 就可以恢复人性 而且可以将九短心灾的毒全部排出 要真的是这样 那就太好了 好什么好啊傻丫头 将他的血全部排出 他就死定了 除非有人将自身的血输送给他 梦哲哲你该不会是 没错 这便是第二梦的打算 他要将聂锋的魔血全部排出 然后把自己的血液输送给他 朱皇得知第二梦的用意 说什么也不肯帮助他 第二梦见说服不了朱皇 只好拿出匕首威胁朱皇 若是朱皇不帮他换血 他就杀了聂锋在自吻殉情 朱皇经不住第二梦的苦苦哀求 无奈地答应了帮他换血 只见朱皇出手点了聂锋的几处药穴 而后抓紧聂锋的右手 从怀里拿出了一根输血管 你没有看错 就是现代输血用的输血管 言归正传 第二梦配合着伸出的右臂 让朱皇将输血管扎入手臂 紧接着朱皇运起魅力 将第二梦射起停在半空 第二梦体内的鲜血 源源不断地涌入聂锋体内 聂锋的魔性渐渐退去 第二梦的脸色越来越苍白 最后无力地瘫倒在地 就在第二梦迷留之际 聂锋终于恢复了神志 连忙上前接过第二梦 询问到底发生了何事 他为了救你 把他的血给了你 梦 你为什么要这么想 能够看到你 聂锋不愿第二梦死去 要朱皇将血再输回去 朱皇却表示已经太晚 不经云三人也找了过来 看到这一幕不禁感动万分 第二梦见到聂锋恢复 心中再也没有了遗憾 与聂锋做完最后的诀别 隐落在了聂锋怀里 第二梦死去让聂锋痛不欲生 他将第二梦安葬后 重新换上了红色战袍 要去杀了野心勃勃的熊霸 画面一转 熊霸飞身来到皇城之巅 认为所谓的武林至尊不过如此 不经云也在这世赶到 让熊霸立刻滚回吴城居 否则只会自取灭亡 两人在进行一波嘴顿较量后 熊霸决定杀了不经云震慑天下 老夫今日就杀鸡儆猴 让天下人知道 顺我者昌逆我者亡